音樂 I can teach you better 最強的教師 盡頭腦 來囉 提升一下 盤踢黑暗榮耀角色名字 光起來的字 寫出正確註音 我們是不是都念錯 但是那男主角的名字 我不能接受 朱 朱鱸鎮 朱鱸鎮 這什麼 聽起來很像朱鱸鎮 諧音 請問 廁所要用藍光的用意是什麼 避免毒品 我是聽我朋友這樣跟我講 這是 我沒有偷看他 日田 韓國女團 Black King 在高雄舉辦演唱會 網路的黃牛票 甚至喊到一張40萬元 天啊 請問 黃牛之所以 被稱為黃牛的原因是什麼 1920年代 來了 它有兩種說法 是喔 後來就有了這個 天啊 你講得很有道理 我們被說服了 對啊 講到正義凜然 你必須被我說服 因為我在三立的政論節目 講過這個東西 我現在擔心什麼 我擔心他的答案是錯的 對啊 前面講了一大串 還在開玩笑 來囉 You done it I can teach you better 最強的教師 金頭腦來囉 看看 春天不覺曉 理工美女少 夜來睡不著 韓趣往上找 我是誰 露老師 沒照我就是Teacher露 上課時間我閒早 課後輔導好想逃 私下背課睡不飽 學生太多我少不了 是的 各位老師辛苦了 上課燒腦 下課背課 就連休閒的時候 都被抓來要答題 當然觀眾朋友 也可以追蹤我們大熱門的臉書 參與金頭腦打擊 就有機會獲得大熱門的官方 限定好禮 厲害了 各位現在馬上來介紹 我們七組參賽的老師 請他們以自我介紹 第一位 大家好 我是習日人生熱血公民教師 現在努力成為最強奶爸的 公民老師黃毅宗 課餘時間堅任政治評論員 如果你想知道台灣總統 總是誰問我就對了 一氣呵成有沒有 一氣呵成 太煙 太腦衝了 老師 很快 歡迎黃毅宗老師 歡迎 第二位 介紹自己的名字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胡適老師 人稱社會萬秀之王 漂亮 選擇胡適 帶你領略社會大小事 有了胡適 從此考試滿分無數次 YEAH 好健康的老師 沒想到老師 也有在用藝名的就對了 對啊 你看他的造型也是 都要藝名 造型也是一樣 是 OK 也有那個味道 有 形有古風 可以稱之為精緻古人 胡適老師 謝謝 第三位不得了 他有明星的弟弟 他竟然是無尊的哥哥 天啊 你不願意告訴我們 對無尊真是不公平 對嘛 哥哥是帥的 歡迎謝耀宇老師 G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耀宇 不管是生物的悲情手授 還是物理化學的各種現象 或是地球科學的日月星辰 選擇我 讓你 有 他感覺也在模仿無尊 是 你可以用補充的方式講嗎 真的嗎 要把牙齦藏起來嗎 厲害 理工男 我這也是清大的 很厲害 樹理教育 sauce master 厲害 生物理化地科 統統難不倒他 有沒有看到 想盡應該是拿定的 同一棵果樹 也會長出好果子跟爛 本事同一棵果樹 相間和太平 下面一位不得了 我們Peggy老師來了 好可愛 Peggy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eggy 我是英文教授 而且內容創作者 來上我的線上口說的英語課程 讓你也可以有一口 假鬼假鬼的ABC口音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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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要報名 我要報名 Peggy老師 泰國逸三昌 你是泰國混學 逸三昌大學 不是 不是 它是一間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 逸三昌 剛好地 那位置在泰國這樣 我不知道它是怎麼翻成這個中文的 它的英文是Assumption University 是喔 Assumption 所以說逸三昌 OK 你說你沒有混學 真的嗎 沒有 怎麼無關那麼厲害 原住你 他可怕的是 他的英文這麼好 他沒出過國 大學的時候去泰國 泰國 英文的泰國 有關聯中不一樣 這麼特別 誰清清 OK 所以你可以在外面假裝 你是ABC這樣講 我不會故意假裝 可是大家都會說我有槍 所以很重要 確實有槍 再給我一次機會 好 自己試試看 大家都說我有槍 有 妳看 槍 還是有嗎 要卡一有這樣有槍 沒有 所以她剛剛講假鬼假怪 對 假鬼假怪 不錯 Peg 加油 歡迎 再來我們的MAC MAC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x老師 AKA 北半球數學天王 各校高手的唯一選擇 孕育強者的最佳一王 趕快加入我們變強的行列 好厲害 他有十多數 每半球數學 一般數學來講 數學老師責任最重的 因為數學討厭 對 好難 我們出了社會以後 最沒有用得到的部分 就是數學 什麼賽事 什麼天學 老天學 怎麼會到底 數學 數學是科學之母 科學 問題是我們不要科學 應該是我們日常 因為我現在高中 背著核叉 花雞雞外核叉 我現在也不知道要幹嘛 對啊 不知道要幹嘛 好險我沒有背好 一次的過程 對 還有什麼 護國神山 OK 好 他是機動派的老師 那就是往更高階去了 我發現了 黃老師 等於是 都姓黃 對 有 我們有個醫生 重症瘋瘋瘋的 重症瘋瘋瘋 上節目一定要有那個 Patient 對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 呂飛老師 Go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如果你的國文分數太危險 就讓我陪你從走到飛 我是呂飛老師 走到飛 呂飛 名詞裡面有個 這是飛文那個飛嗎 是 那什麼 這是本名嗎 不是 還用藝名 對 是藝名 為什麼選飛這個字呢 不是 班要招神 他就跟我說 老師你今天下課 就要給我們藝名 然後我就喜歡紅色 然後我就想 飛就是紅色的意思 紅色的 總不能叫 聽起來特別不好聽 蘇是紅色的 對 也是紅色 蘇 歡迎呂飛老師 再來是我們 Richard Richard 大家好 我是瘋狂理查 你喜歡自然科學嗎 嘿嘿 讓我用最幽默風趣 前線一樓的方式 帶你進入自然理育的 瘋狂世界 真是見鬼 對 對 很厚 NTU 海洋研究所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生物理化 所以也是理工男 理工男 理科真的漂亮女生 女生很少 女生很少 漂亮更少 鼓勵大家來念 可是動不動就細化就對了 一個 就一個 全部兩個 兩個 好 來 七位 我們第一趴準備來了 各位 我要當老師 老師是我天生的名字 這是我的天職 竟然七位要幹掉四位 四位第一階段就淘汰 留下三位才能晉級下一關 每人100分 答錯一題 扣10分 答對你就站在原位 請出第一題 GO 韓劇黑暗榮耀 兩季上線時 皆造成話題 有網友在低卡發文點名 劇中五角色 對啦 問大家能不能正確念出名字 正確注音一出 讓一票劇迷哭笑不得 笑說看完兩季 只有兩個人全念對 請將以下框起來的字 寫出正確注音 好難 對 我們是不是都念錯了 但是男主角的名字 我不能接受 朱鲁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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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 2 1 請亮答案 正確答案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1 2 3 來 文童鎮 顧弦鎮 對 垂弦三次 這個還比較簡單 全載俊 俊 還有李梭羅 孫明 差一點 俊 銀 賢 有人對了 有對 文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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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更更 贏 鎮 鎮 鎮 我選人鎮 鎮 鎮才對 Sorry 孫明老師 來 郭文老師 老師 教我們 他還給我們助詮 這一定要會的 這一定要會的 對吧 我第一個寫對 對 所以有更 第一個鎮有 鎮跟更 兩個都可以 是官方他公告的只有鎮 因為他用韓文 只是翻譯成中文寫成這樣 所以他是叫 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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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 第二個是 鎮 垂弦三起 憲哥說得對 就是口水 全載俊 俊 俊本身就代表的是傑出的人的意思 俊 那麼多 全載俊 真的是厲害 所以只有兩個人是全對的 是的 厲害 各位其他人只剩90分 是喔 要扣分 加油 下面一題 出題 GO 在台灣學校一定都會有午睡時間 在飯後趴在桌上休息半小時 大部分的公司也會讓員工 在吃飽飯後休息 沒錯 很多人都有過在午睡時有墜落感 突然抖一下的經驗 都有 請問以下何者不是其造成的原因 A 剛運動完 C 攝取太多咖啡因 C 壓力大 D 吃太飽 五歲的時候我會突然這樣 抖一下 抖一下 會 然後會被地下行 墜落 對 會有墜落感 夢到的感覺 好 請量你們來答1 2 3 好 來 Peggy Why Your answer is B Why 因為我從國小就會有這種問題 墜落感 可是我小時候不會喝咖啡 對啊 對 可是奶茶這邊也算 對 小餐廳奶茶 沒有想到這個 就有咖啡因 對 有可能 紅茶也有 對 B 你也是一樣 Why 你看她的 想法比較不一樣 攝取咖啡因根本睡不著 對 所以它就會有墜落感 它是墜落感 它又會抖一下這樣 所以絕對大家無關 一般男生抖一下才上完廁所 這個是B 因為 必要動作 是因為身上突然間失去了一些熱度 對 對 那個熱 然後 俗稱加倫水 不是把它甩乾淨 加倫水 加倫水 不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甩乾淨 是 要 擰乾 擰 你的嗓比較玩 到擰 這三位都B 好多B B C 來 剛剛呂飛老師 國文老師 給我們做的註解 C壓力大 就是咖啡因 他媽媽他在喝早餐店奶茶了 然後我覺得那個選項太吊詭 所以他一定可能是對的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感覺很正常 但是可能是錯的 有陷阱 把它選出來 這是答題技巧 壓力大 而且選C比較容易對 而且午休時間沒有道理 壓力要多大 對啊 這個放鬆的時候 OK 你選C 我會覺得有時候睡覺的時候 會被鬼壓床 鬼壓床的時候壓力太大 沒有空間可以抖一下 所以應該這個原因 你有參加那個 嘻哈時代嗎 有嗎 差一點 有被邀請但是沒空去 POPPING GO 睡覺睡到一半 然後抖一下的時候 因為他被別人發現我們抖一下 所以我說沒有 我在那邊POPPING 對 我跟他接一下 POPPING 正確答案就是 不是吃太飽 不是吃太飽 不是這個 所以你看 全軍覆沒 給老師思索一下 所以有人認為太晚運動 可能會提高睡覺抽筋發生機率 所以運動這個是對的 然後 睡眠不足或失眠 也會導致睡眠抽動 壓力大跟咖啡因是最魁禍 是最容易的 好的 下面一道題目 請出提供 臉書社團報酬公社 有一個英文單字的筆記 標題寫說 事實證明 英文來源於漢語 被說是神奇對照圖 比圖像記憶還狂 海關CUSTOM卡死他們 羨慕 I don't mind I don't mind 請問救護車 I'm不能死的正確拼音是 I'm不能死 好 有英文老師 這個時候直接拿了吧 1 2 3 Show me your answer card I'm不能死 I'm不能死 老師給我們唸出來拼出來 Ambulance A M B U L A N C 這是一個 combination的 先看一下 Ambulance A M B U A 好 來 二公男 你握個好 對 撩到 蒙魂過關 我們比較直接 對 好 你看雄心 Ambition I'm必勝 強壯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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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羨慕 Erdemaya Erdemaya 脾氣 Temper 泰婆 懷孕 懷孕 Pregnant Pool like a N N 就會懷孕 這個好笑 這個還不錯 Pool like a N N Pool like a N N I'm不能死 Ambulance 露營 撈 律師 撈牙 律師 撈牙 像我們在打那個 我們在打高爾夫球 第一桿的時候打出去 因為剛剛下場 還沒暖身 所以你可以要求 摩尼梗 摩 摩尼梗 妳知道摩尼梗嗎 摩尼梗 摩尼梗就可以再打一次 摩一蓋 就重來摩尼梗 摩尼梗 它就叫摩尼梗 我們翻譯成 鐵柱也能磨成繡花 然後把球打到那個紅桿 紅蹄裡面要發一桿 那個叫 玩偏 玩偏 那個是偏 你說到了 玩偏 打歪了就玩偏 打到紅桿那邊 打出去紅桿要發一桿 那玩偏 你要直直玩 你怎麼玩偏 玩偏要發一桿 對 你們的小蘇宇 還有一種一打 沒有打到 那個乾面正面 打到桿頭 出去 那個叫塑梗塗 塑梗塗 你出現塑梗 那就會 有在抓球就對了 蘇吉多 所以你就蘇多 對 很好玩 對 也不有趣 都要跟他 他現實有相關的 當然 所以你要一次就記下來 好不好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正確答案 有一些不對了 好的 下面到題目 請出題 日前 韓國女團 Blackpink 在高雄舉辦演唱會 兩天共吸引9萬名歌迷 到場朝聖 然而黃牛票 公關票 紛爭四起 網路的黃牛票 甚至喊到一張40萬元 天啊 請問黃牛 之所以被稱為黃牛的原因是什麼 Do you know why Give me answer 黃牛的原因 為什麼叫黃牛呢 Peggy 為什麼我本來不叫牦牛票 對啊 OK 沒有 來 隨便給答案 買票自己不看黃牛 以前人把黃牛賣高價錢 這個好像有點 他把那個黃牛牽出去 那個時候大家已經買不到黃牛了 所以他就故意把它抬高價錢 所以我剛才才想到的 這原來還真有一點道理 Yellow cow 對 買不到票很慌 然後人家賣你很貴 黃牛 Yellow cow 很慌 越來越爛 來 好像有點道理 我跟李翔老師想的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覺得應該是在 荷西貨農業時期的時候 當時黃牛價高 所以他可能賣的時候比較貴 或是他是那種 漁木混豬的感覺 水牛太多要就是黃牛這樣 互以其為貴 黃牛突然間這個少了 所以他就賣比較貴的意思 來 再一遍 那個就是 票莊在黃牛皮包 我敢猜的 上海公共租界 起源於上海的公共租界 1920年代 然後當時 它有兩種說法 有一種說法是說 這群人在賣票的時候 好像黃牛這樣開來開去 另外一種說法 其實起源於黃包車 你知道那種人力車黃包車嗎 因為黃包車這些人力 那天的時候有錢人要賣票的時候 他就說叫黃包車一忙買就好了 所以那些黃包車那些人力拉夫 他們等於賺外塊去買那些票 所以後來就有了這個錢 天啊 我現在擔心 我現在擔心什麼東西 我擔心他答案是錯 對啊 前面講了一大串 可是講得很有道理 我們被說服了 對啊 講到正義凜然 你必須被我說服 因為我在三立的政論節目 講過這個東西 所以你必須 那你就說 正確答案是什麼 時間就改了 真的 20世紀上海完全正確 完全完美 這個答案像這是什麼 講得太好了 目前最高分是有什麼 理查老師 80分 但是其他也不遑多 70分 Max答錯了3 4題了 所以只有60分 好 加油 下一道題目請出題 GO 有網友日前去牛排館用餐 打開餐廳廁門時 卻讓他非常傻眼 因為裡面的光 不是一般常見的白光或黃光 而是非常昏暗的藍光 還開玩笑以為自己要穿越了 有內行人指出 這在國外很常見 尤其是德國 請問廁所要用藍光的用意是什麼 廁所裡面使用藍光的用意 就是牛排館 光有所謂RA值 RA值就是所謂的叫做 白光的顏色性比較差 紅光的顏色性會比較高 東西看起來比較真實 所以肉攤 牛肉攤或什麼豬肉攤 肉攤 雞肉攤 你一定要用紅光 看起來要 否則白光會看起來像屍體 對 比如說髮衣驗屍的地方 一定是白光 白光 藍光 那就是髮 連髮衣都要嚇一跳了 對 所以是白光 造得最清楚 白光它就是要看到的是屍體 白光比較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綠光呢 綠光它就是一種 好 來看一下你們的答案 1 2 3 避免毒品 在有一些國家 他們的毒品比較氾濫 然後我之前去美國 我們去酒吧出來 就在門口就有一個人躺在那邊 所以他們為了要讓人家在 避免讓人家在廁所注射毒品 有藍光就不注射嗎 為什麼 因為那個血管的顏色 好像這樣子就會比較看不到 就不好注 我是聽我朋友這樣跟我講 這是你朋友嗎 這是你朋友嗎 我沒有偷看他 是嗎 讓排泄物比較不明顯 他在水管 他會害羞 馬桶白色 就 藍光明顯可顧慮其他髒物 也是避免看到髒 怕髒 害羞 比較沉浸 你Why 因為去廁所 不論是小便或大便的時候 心情一定要保持一種 比較沉穩的感覺 才會順利 所以我覺得藍光呢 人在藍光底下 會有一種比較沉穩 比較順 不會比較興奮 沒有人看到藍光會興奮的對不對 可以順排 對 所以會比較順利 幫助排便 消毒 Why 那個藍色的藍藍香 消毒除臭 藍藍藍香 不一樣 我們那種注射在馬桶裡面那種 香香劑 會擠出一朵花那種 清潔用途 很有可能夜店 為什麼 你有時候去Club 你看那個雷射光打下去的時候 白色的特別明顯 我就想說在清潔的時候 為什麼廁所要用白色 就是因為白色的乾淨 所以用雷射這種藍光的話 它在清潔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聲聲 這邊有沒有搬 那邊有沒有搬 就可以把廁所清潔一乾二乾 正確答案是 是嗎 躲在裡面找毒品 好看喔 好騙 真的 好帥喔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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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引擎 老師真厲害 住不到 來 下面一道題目請出題 日前也推出聊天機器人 文心一言 除了聊天功能外 也支援AI繪圖功能 請根據圖片內容 答出正確成語 A是什麼 它是有兩個成語 B是什麼有兩個成語 兩個成語 會不會跟無尊有關 好 3 2 1 請亮彈 好 讓我們 來 我們老師車水馬龍 香車美人 香車美人 有點勉強對不對 對 因為A選項的話 在圖片裡面看到了龍 然後又有建築物 然後馬車又下著水 所以我會想說 應該可能跟車水馬龍有關 但是我剛出來 我第一個想到 其實是社工號龍那個典故 對 那B選項我就一直想 美人跟馬 美人跟馬 我就想得出香車美人 但是我們胡適老師這邊 女人在她心中是馬 還是老虎 對 沒錯 就是有時候 有些女人很兇 就老虎 OK 然後馬這樣 所以加起來馬馬虎虎 對 馬虎 所以應該是有這種感覺 你們難道忘記梅花的部分嗎 各位 黃毅宗老師 龍馬精神錯的青梅 竹馬卻對了 是啦 有沒有 青圓翼馬跟信翼馬 春水馬龍 青梅竹馬 目前的分數 給大家報告一下 最低分的是 目前最低分居然是我們的MAX 其實40分 好 頸椎開有呂飛老師 胡適老師50分 有四位 其他都是60分 加油 來 我們來看下一道題目 請出題 有指出 真正該改的歌詞不是這句 請問是哪一句 A A 你在櫥窗前 凝視卑紋的字眼 B 幾十個世紀後出土發現 你反上的字跡依然清晰可見 C 祭司 神殿 征戰 弓箭 是誰的從前 A B C 這要問歷史老師 對啊 這個 這個就厲害了 胡適老師 請問哪一句要改 看起來都順順 易中來 老師他有不能錯的壓力 對 壓力很大 對 好 黃易中老師 特別想聽你的A 我教公民不是教歷史 真的一甘熱情 沒關係 但是我的答案是 櫥窗這個字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說Window Shopping 這個東西應該是 近代所謂的擺貨這個東西 才有櫥窗 在這個年代怎麼可能會有櫥 好 OK 老師 如果你確定你在櫥窗前 凝視卑文的字眼 這是用倒裝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這個人在Museum 博物院裡面 看著過去的歷史裡面的卑文 然後回到過去的從前 對 這樣也好像也可以 超國文 國文 來 國文也可以清晰可見 其實我只是覺得說 幾十個世紀之後還要清晰可見 清晰可見這個用詞 感覺就有語病啊 但是應該會很模糊 幾十個世紀不可能 他本所謂的清晰可見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字句深落在我內心世界 經過幾十世紀之後 依然清晰可見 恍如昨日 是這個意思 也可以 就算是 算你 對 也可以 洗濃我 歷史在哪裡 胡老師 好 來 羅浮宮展覽的時候 那個黑色玄武岩前面是沒有櫥窗的 所以我的印象中 所以就是不會有櫥窗 然後B的話一定對 因為當時良和劉裕的古文名 謝行文字 謝行文字 對 它的確是刻在泥板上 那清晰可見就是寫詞的時候那種美感 對 然後C的話就是死前時代那種 都會有這些東西啊 所以只有A絕對是錯的 好 直接看正確答案 漢摩拉特 來 介紹一下 好 漢摩拉特的臉是在公元前 1754年頒布的 然後呢 所以我們剛才講那個 3771年 它23年才會過期 這是一開始的題目 漢摩拉比法典在羅浮宮前 沒有櫥窗 真的 沒有櫥窗 所以我們旁邊有附那個圖 你看它是直接立在那邊一根這樣 所以你在櫥窗前 寧詩非有人之前也是錯的 只是單純 真的就是沒有櫥窗 就是櫥窗的問題而已 只是單純羅浮宮那裡沒有櫥窗 好 各位厲害了 這麼迅速的 已經有三人能夠晉級了 第一位晉級的高達60分的 Pengie老師 恭喜Pengie 恭喜 王毅宗老師 Reacher老師 Reacher 其他四位不是你們表現不好 而是其他人表現得太好了 各位 校園的那16件小事 決戰 GO 好的 校園的那16件小事 這一小事有時候也是大事 魔鬼中出現在細微之中 答題者答對這一題 我選這一題答對10分 答錯就夠你10分 因為你選了你又答錯 對 其他兩位寫下答案 等一下亮出來 如果你是對的 可以再拿5分 有機會搶答 對 可以拿5分 好 來 黃毅宗老師 你可以先選擇 你想要哪一件 你擅長的 有公民嗎 一定是選公民題 一定的 壓力最大就在 你選公民題 然後答錯現在有給我漏褲 對 沒錯 來 公民題 請出題 來吧 強制猥褲 賣火柴的小女孩 意圖將火柴占為己有的行為 犯了什麼罪 火柴占為己有 哈囉 你可以直接講 直接講是不是 對 這也是你選的 業務上的侵占罪 業務侵占罪 對 這樣火柴占為己 其他兩位寫好就不能再改了 好的 業務怎麼說呢 就我對賣火柴小女孩的認識 就是說 他受託去賣那個火柴 批貨來賣 對 賣的時候因為很冷 所以他就把那個 燒一根來 一根 溫暖自己 然後兩根 取悅 然後三根 然後最後他還是被凍死 但是一個很悲傷的 歌歷童話的故事 可是從法律上來講的話 因為他那個東西是受人製作去賣 所以你把它 你沒有把它賣掉 你把它拿來使用 意圖佔而己有點燃 他說是業務侵占罪 恭喜答對 非常準確 非常準確 這個點燃第一根屬於那個 緊急避難 這個實在不得已 真的太冷了 但是你點太多支 就算侵占罪 嚴格來講 其實他就算把那個整個點燃 全部都燒掉 以後可能是法律上的緊急避難 而且他說 因為業務上侵占是違法的 不法再宣 但是他是為了救他自己 所以就算把那一整盒都燒掉 這其實在法律上 雖然法條上 他可能構成了業務上的侵占罪 但是法官有可能是給他 好 法律上面的 我可以來舉例 因為比較了解一點 經常告人 進出法院 對 進出 我在士林法院門口 那裡也有買房子 為了 進出方便 好 他用這個例子來舉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小飛機 這小飛機 然後我們 遇到緊急狀態 可能會crash 或者必須迫降 所以他看這裡有一個降落傘 他馬上穿上 那就往下跳 這個救生音不是你的 但是是OK的 但是緊急狀態 你要不要用 還是要去撞山 所以禍判無罪 是常 好不好 Piggy選擇一個恭喜老師 獲得10分 黃毅宗老師 10分 英文的還用所有 請出題 BUF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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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語中 一句語法完全正確的句子 常被用在語言結構的教學 請問這8個BUFFLO中 哪兩個是代表恐嚇的動詞 BUFFLO不是那個水 野牛嗎 水牛 水牛 好 老師 你的答案 你可以用講的 第5個跟第6個 為什麼 因為它是什麼意思 它其實中間要再加一點字進去 就會比較好懂 就是BUFFLO BUFFLO 那個BUFFLO BUFFLO 那BUFFLO BUFFLO 那BUFFLO BUFFLO OftenBUFFLO 這不是當機嗎 是不是電視號 Intern Buffalo Other Buffalo Buffalo 就是意思就是說 它在水牛城的那些水牛 因為Buffalo有水牛城的意思 水牛城的意思 對 所以第一個是形容詞 所以水牛城的那些 常常被其他水牛城恐嚇的 水牛城水牛 然後再轉去恐嚇其他的 水牛城水牛 水牛城水牛 對 其實我們不知道 無所謂的正確答案是 第五六個項目的答案 來 果然是老師 有沒有看過 好準喔 真的好厲害 你們這寫36的 不用解釋了28 也不用說了 就猜的 很厲害 在他們本科系裡面 真的都厲害的 十分到酬 Richard老師 來 你選擇的是 我選 生物理化吧 科學實驗 好 科學實驗 請出題 Q 射紫 折紫荷 穿針線 瘋尾巴 紅翅膀 懸吊 支撐 請問 這兩支用針線連在一起的指貨 為何可以在沒有向上拉力的情況下 還能上下直立支撐 請問原理是什麼 已經有答案了 有了 盡力平衡 怎麼說 是 它其實是一個障眼法 就是說它中間有一條 是撐著上面 上面跟下面是支撐的 那其他的線是讓它平衡住的 那因為盡力平衡的結果就是 這個東西就靜止了 所以只要看到靜止 回答盡力平衡就一定是對的 恭喜答對 好厲害喔 大家都很專業 拉緊繩子的時候 尾巴的繩子會失於藍紫荷 向上的拉力 這還真的是非得實驗 我跟你講 過多的文字都沒有用 台灣比如說我們這個汽車 汽修科 它這引擎它裡面 它有這個 理論對不對 有Pistone 然後有火星塞 對 這種 有Prov畫油氣或什麼 課堂畫了半天 但老外在教孩子汽車 來 這裡有一部汽車的引擎 拆吧 推進去 對 誰有用 對 你直接看這些 就玩不懂的再問 這樣就搞定了 真的耶 有沒有 這可以這樣一種 對 實作課 三個老師 旗鼓相當 來 王宇宙老師 好看 好看 再來 屬於你們的專業會越來越少 不會 想作弊了吧 公民再來 會不會想要性教育了 不敢 老師經句好了 或者是 老師經句 好 老師經句 老師經句 請出題 只要提到老師經句 很多學生舉出的例句 幾乎都一樣 甚至還會異口同聲地說出 請將以下空格填入正確經句 我在意老師經常有三個 整層柔舊 再一個三分鐘 有這個 有這個 好像老師都知道是不是 這個我們是 好 逸中準備回答的時候 後面兩位老師就不能再寫了 好 你直接告訴我們答案 A 是什麼 你們班最少 你們班最少 整層柔舊你們班最少 再一個三分鐘 算完就下課 恭喜答對 你也會這樣子嗎 你也常講這一句就對了 我基本上第二個我不會 第二個我不會 因為當一個老師最重要就是 一打中的時候 馬上讓學生下課 準時下課 對 所以第二個我不會犯 老師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工作 人家說 學生已經當狀元了 老師還在當老師 還是一個教書這樣 然後現在呢 師到蕩然無存 罵了孩子只是因為 你上了他的自尊 家長到學 指著老師的鼻子這樣罵 呂飛老師更是點頭如搗蒜 沒有 我只想幫憲哥 結詩者傳道授業結霍也 對 但只是現在老師跟學生之間 好像比較距離比較沒有那麼的 高低之分 他們會覺得比較像朋友 我的朋友 對 可是有時候就是 就是禮貌憤氣就會忘記了 那你現在上課會緊張嗎 就說我好像大聲一點 同學就要客訴我 對 或是怎麼樣 不會 我的家長都跟我蠻好的 我也歡迎我家長的親友班 而且也會遇到流氓學生 因為學生加入幫派 老師都知道 是 我遇過流氓學生要保護我 就是他真的跟我說 老師你在那個出事 照我的名字 我說 都厲害了 厲害 來 Peggy老師選擇的是 不是 我寫 然後我才發現字數不正 不是 不… 有解 你很難關心的 答對了 你就不用再搶答了 不用再搶答 沒有了 恐龍家長 補習班 還是 作品 好啦 恐龍家長 恐龍家長 請出題 許多家長都怕孩子 在學校碰到壞老師 殊不知老師其實也很怕遇到 蠻恨不講理的恐龍家長 根據Daily View 網路溫度計的統計 以下哪一個是老師最怕遇到的 恐龍家長第一名 A 擺爛不教小孩丟給老師管 B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小孩的錯 C 24小時賴不停 D 威脅老師要投訴 最怕哪一種恐龍家長 我選A 好的 為什麼 真的喔 因為其他我都比較沒有那麼常遇到 可是就是很多家長就是都覺得 反正我送到學校就是你的事了 或我交給你就你的事了 可是 不管了 怎麼可能 推得一干二進 對啊 怎麼可能你交一次他就會 一定回家的複習也是很重要的 是 答案是A 另外兩位老師我們答案看一下 1 2 3 C 你們都怕C 正確答案C 24小時賴不停 誰扣水會清晨浩弱 這兩位都可以得到5分 Peggy老師扣10分 但是老師選了也是第二名 對 很接近 好 我們一起來看看 下面一位老師 理查老師 你要選他 我選生物 生物 對 科班的 請出題 從國小到高中 只要有學生物 青蛙就一定會出現 甚至還會進行解剖實驗 請問 關於青蛙的敘述 何者錯誤 A 青蛙會閉著眼睛吃東西 Enjoy B 青蛙吃到髒東西 會把整個胃吐出來洗 C 不是所有蝌蚪都能變青蛙 B 缺水的青蛙更能迅速獵食 有一個錯誤 所以三個都是對的 好 好 我選的是A B 怎麼了 他不會嗎 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沒有閉眼的這個 沒有這個叫做眼瞼 順膜這個東西 對 吃就吃幹嘛閉眼睛 享受啊 享受啊 享受 對 沒有這個 絕對是錯的 不是很確定的 B C 把胃吐出來洗 你看到青蛙在洗胃 他寫錯誤啊 他寫錯誤 他寫錯誤 你覺得不會 好 OK 一中老師 C 所有蝌蚪都應該能夠變青蛙 小時候就是蝌蚪長大變青蛙 蝌蚪就是青蛙 一定會 好 正確答案是 第一沒有人對 第一次出貨 對 全部 他要有水 用水壓 舌頭用水壓伸出 捲到獵物 泄壓之後才有拉回來 不能缺水 缺水他就沒有辦法了 伸不出舌頭啊 所以他們要喝水 這難度夠大 這是真的可以吐出來 這是他的胃喔 好強喔 翻出來 那他很愛乾淨 放到水中去洗 吃到髒的東西整個 我們要吐也吐不出來 好厲害 他不吐出來他會掛掉 來 我們看一下現在目前分數 黃毅宗老師85分 好 目前第一名 Peki也一張 Peki60分 加油 好 來 選擇哪一題 那就畢業典禮吧 畢業典禮 請出題 六月是台灣校園 各級學校都會舉辦畢業典禮 祝福學生完成學業 而日本的畢業典禮 則是在三月 日前京都大學的某位畢業生 依照傳統Cosplay入場 請問他所扮演的是誰 拜託這麼簡單 太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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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 他是 哲倫斯基 蛤 哲倫斯基 烏克蘭的總統 蛤 蛤 我以為是拓爺哥 拓爺哥 拓爺斯基 也有 他是胖版的哲倫斯基 瘦版的拓爺哥 他那個繞篩糊這樣 他那件T恤 哲倫斯基都穿那件 而且他在Twitter裡面 還真的就祝福他畢業順利 對啊 吳克蘭的內務部長 總統 吳克蘭的總統 哲倫斯基 有關係厲害 其他人都沒有答對 厲害 那95分了 Peggy選擇的是 作弊好 作弊好 請出題 西班牙形式訴訟法 刻在什麼東西上 整部 整部 怎麼可能 Peggy妳的答案是 橡皮擦 橡皮擦 一起來看正確解答是 原子筆 那怎麼 他用針代替 像法條科樂原子筆 上方便查詢 然後每一個章節的開頭 超屌 它是很多支 我有一個印象 有一個國文 太屌了吧 我們有一次是 當時是要背一篇 我忘了 好像有兩篇 木蘭絲 還有一個好像是 要背 我忘記了 那裡 水調歌頭 Maybe是這個 我們是第一次接觸 結果那一天晚上 黃昏所有人都離開了 然後我才知道明天要考這個 我呢 以前有刻鋼板 老師要刻鋼板 我把鋼板 我直接刻在我那個桌子上 很細小 刻到很小 用一個 用什麼刻 用一個針 針 一個那個 那個 鑽子 鑽子 沒有 沒有 就是鑽子 有餅的 有鑽子 就這樣刻 把它刻 用了很久時間 刻完以後 想要安心了 明天考試 我妥當了對不對 都有了 隔天 考試的這一堂課 果然就考國文 結果 來 同學 我們隔壁班 女生班跟妳們混合 蛤 完 妳的位置 這一排起來 然後錯了 我就換到另外 隔了一排去 老師意思 我想把這麼多 因為你刻很久 我吻死了這位 我第一次國文考100分 怎麼做 因為你刻的時候都是起來了 你刻完鋼板的時候 我才發覺 我人生沒有這麼認真 去對一個古詩詞文章 認真的去刻 他每刻的一個字都是 都是 所以你都記下來 對 所以只要用心就可以 所以其實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只要 你就可以 你學習 不是 事實上我就做 理查老師選擇一個 第五個 數學 數學請出題 那個好見 為了吸引顧客上門 店家想進各種招式 台南某日式早午餐店 用餐規則 其中第一條 低消規定 竟是數學題 還是一連串數字 加上開根號 要顧客自己算 請問 該店低消是多少 這個的話 低消100 不是 不是 學了 學了 對 這個滿簡單的 好 OK 昨天講的 老師50 100 很簡單 說著說著講出來 100 好的 各位 我們的 王毅宗老師 獲得95分 獲得萬元獎金 再次謝謝幾位 做育英才的老師 老師們最辛苦了 祝福大家 教師姐愉快